那在今年2月5號 凌晨40左右 那在花蓮市國聯五路的某個店家 這個犯險 因先前與他人就有發生一些嫌隙 在這個店家的門口 因有發現 所以開槍 市警之後 又逃逸 那本分局在獲報之後 立即組成專案小組 那並由花蓮地檢署檢察官張君如來指揮 那在2月6號晚間80許的時候 將嫌犯查記 盜案並起出作案槍枝一把及子彈一顆 全案依違反槍炮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及刑法恐惡罪嫌 我們移送花蓮地檢署來偵辦 並且由檢方向法院申請 積壓禁監獲准 那本分局還是要強調 犯過禁止 雖遠必足 警方對於任何的暴力知識分子 絕對不姑息 那是以最雷厲的風行的掃蕩作為 來徹底瓦解 嚇張的氣焰 維護及保障花蓮市民的安全 及社會的安寧 依然間是為止